HELLO 大家好 我是章杰 歡迎收看倫敦章杰的英國日常 今天要做一個是我之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那就是開箱 然後大家都知道有看我粉絲頁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歡買東西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因為我前兩天才剛從 這就收到的包裹 然後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牌子 叫做Pocket 然後它算是一個滿新的牌子 它是2017年才創立的 在台灣的朋友應該比較常會知道的是他們家的護手霜 然後這個牌子它是H&M旗下的品牌 2017年才剛開始的 然後他們主要著重的是 他們的東西比較是極簡 然後比較有品質 然後非常著重產品的 可以長久使用的這個特性 所以他們家的東西 我是覺得質感很不錯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偏向是 在整個H&M的這個集團當中 比較算是高端的 然後比較像是類似 就是COS 就是COS這個牌子 那樣子的定位 只是他們兩邊還是有做一點點區別 COS比較是設計感 然後這是比較居家的 所以他們除了賣服飾之外 還有賣一些 居家的用品 然後像是什麼枕頭啊 有的沒的 這方面 然後今天要來 然後我是一個很喜歡 撿便宜的人 所以我趁著他們這家 在大打折的時候 買了這個東西 然後大概是 我算一算 大概是 2.5折吧 OK 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 看一下這是什麼 這個邊邊的包裝 開來就是這樣 我們是空的了 放一邊 這個就是我買的 看到嗎 牌名字在這邊 是一條圍巾 沒錯 是一條全羊毛的圍巾 不是Cashmere 就是一般的羊毛 然後它的原價是39磅 所以大概就是 台幣1600左右 但是我買的 這個價格是 它原價打了7折 所以本來 然後我後來又拿到了一個 9折的 呃 的優惠 那個折扣嘛 所以 最後我付了 只有付了6.9磅 非常非常的便宜 很難能夠用 不到400塊 買到一條 純羊毛的圍巾 然後它的設計很簡單 就是像這樣子的 Check的 對 這種方格的 我覺得這種 都非常好搭 然後 黑色紅色 就是非常 非常好搭 像我今天穿這種 深藍色的衣服 直接圍上去 也很好看 對 對 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基本款 基本款 這種價格 然後又是純羊毛的 呃 不買真的很可惜 然後它有一點小設計師這邊 你看 在圍巾上面有 他們家的小Logo 對 然後在英國 在倫敦生活 你真的很需要圍巾 因為 冬天很冷之外 呃 風很大 所以風很大 一定要保護好你自己的 脖子才不會感冒 然後像 這是他們的 看不清楚對不對 這個是他們的成分標 呃 像你看 這是 看到嗎 Made in Italy 在義大利做的 然後百分之百的羊毛 對 所以 品質應該不會有 品質應該是 算是有保障 然後 對 原價 對 原價39 然後我付款 最後只付了 呃 9.5 對 9.6 然後它還付了一個 一個信封 我不知道是什麼 打開看看 應該是收據 應該是 Invoice 對 對 然後像在英國啊 如果你買 網路上買東西 他們就會有這樣的一個sheet 然後 下面是 Return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產品 你就可以填這個 Return the form 然後 就可以直接 它有這個code 你就可以直接拿去郵局寄 你不用付任何錢 它就會把你收走 你就可以拿去 原本 就是這個 這產品的 店家 好 它其實沒有很厚 所以其實 夏天 有沒有 唇羊毛還是有點太熱了 對 然後 它的長度應該有 160吧 160到180 對 然後還有這個小鬚鬚 對 我覺得做工很不錯啦 摸起來很舒服 而且 尾在脖子上 也不會 有那種紮 就是 紮人脖子的感覺 對 然後 我平常會是這樣 拉出來這邊 然後再 把另外一頭的穿過來 對 這樣 這樣還行 對 好啦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囉 然後如果大家來 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牌子 Archid 對 它應該就是從 Market 變成Archid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文字的遊戲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 藝術的市集 藝術的市場 然後他們現在 在全球 只有20家店 然後 在倫敦 有 有兩三間吧 最主要是 最重要是在 Region Street上面那一間 然後 如果你去 莫尼黑 也 不是 對 莫尼黑有 然後 布塞爾也有 然後 總布在斯德哥爾摩 然後在 哥本哈根也有 然後他們主要走的是 那種 北歐的風格 極簡的風格 對 好啦 那今天開箱就到這裡了 為獲得一條新的圍巾 OK 那 下次如果我有在Shopping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 我在英國 撿便宜 買好貨的 的生活 OK啦 好拜拜